华联县议会19号由议员谢国荣林元富进行书面质询 而林元富在第五次定期会中强调 矿石岁对于华联县政府社会福利的重要 涨幅过大若被判败诉 担忧会影响矿石岁的开征 华联县府每年不但损失具有的税收 也会影响到社会福利 谢国荣议员在一开始就强调 有关疫情的关系才以书面质询的方式 请县政府局处长做说明 但也呼吁乡亲如果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 都能够与他联络 这次的定期大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改为书面执行 希望乡亲这段期间在家里好好的看电视 不要到处走动 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 也让家人安心 希望说我们共体时间 让所有的乡亲们身体要照顾好 各位乡亲如果有服务的案件的话 直接打电话给我 我的电话是0932581118 我好跟你们联系 因为疫情的关系 希望说大家在家里 用以电话来联络 还是以LINE来联络 林远复议员则是提出了 花莲县政府矿石税败诉之后 影响到社会福利的相关政策推动 他也呼吁县政府能够和议会进行沟通 让矿石税的法源依据能够更为合理 矿石开采警官委屋税 需要建立在 不会和谐 不会和谐 互相尊重的原则之上 第一 不是互相的推卸责任 全推给 我们议会 三读通过的自治条例 叫全体议会的议员去背书 虽然议会是多数诀 有不同声音 当时也有说30块 也有100块 可是因为多数诀 最后决定70块敲板定案 可是本席认为 如果当时从30块 慢慢调到70块 或许今天就没有诉讼这件事 并且以台东县美丽湾事件来做说明 华林县政府在未来司法程序中 所对照遇上的赔偿问题 还团的抗议 造成台东县政府 连最后的还评 也被法院判无效 最后的BOT 也被法院仲裁 由台东县政府要买回 经历了台东市任的县长 实在是想不通 从头合法申请 从头合法BOT招商 经过合法环凭程序走完 结果最后还是输的 只因 这个 环体的抗争 抗争之后 由法院 一审二审三审 裁定 环凭无效 裁定环凭无效 最后 这样子一来一回 生意也不能做 争议了13年 最后美丽湾 形成泡沫 形成泡沫 最后台东县政府 还为了6.29亿 还伤脑筋 林元副议员 在一次强调 县政希望能够尽快 处理矿石碎问题 才不会在后续 业者求偿之后 而衍生出 更多的法律问题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同